来 抖音该溜子说 说啥 衣服正常看我不行吗 怎么偷看我呢 啥说啥 你不是你点连麦吗 不是 你天天搞这么多拖有什么意思呢 怎么说有什么意思 细说细说 这环境搞这么多拖 在天天在这里搞来搞去 那你说都是拖的话 我能把你拉 你是拖吗 我也不知道呀 他都把我拉上来 你是不是拖 我肯定不是拖呀 你不是拖 我拉你两回了 你自己没数吗 你上回上来没说话 这都第二回上来了 对不对 你搞得这么清楚的 我说跟你说话要那个点 没事 那你觉得他们是拖的话 他们在演什么 你这又什么律师了 又这了那了 搞一大圈黑粉这么多 又攻击了这了那了的 说两句话 跑到那里去 你第一次看到我 我看你好久了 好久了 那我这是不是拖你不知道吗 感谢阿简呢 跑车 百分之 百分之八九十十多 八九十十多 那你说出你的质疑 你觉得他们 他们这么演的话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演给你看呗 骗你灯牌 骗我都骗不到的 骗我都骗我 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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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你灯牌的 好骗你灯牌 好骗你灯牌 这都拖挂的 我都给你退 你退的 你这有那个的呀 有比例的呀 所以当比例退完了 那你比如 你看你看 比如这个汤姆 这是我的拖 这不用想了 你看他跑车上来了 对对对对 那我这一退完 我到手剩一半 我再给他退 我咋退多少啊 这个算得出来的呀 你们算得出来的呀 我们一半 我咋退呀 这你还问我吗 你天天晚上 你天天晚上 感谢干脆牙跑车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感谢发光热勿扰 阅读会员完了完了 拦不住了 感谢陈吉祥跑车 怎么说 那怎么说 这些都是韭菜 感谢西方猫热气球 感谢善才哥跑车 有的是韭菜 有的不是韭菜 你懂的 我不懂啊 感谢 感谢X11跑车 那哪个 你能够点点哪个真是假的 你天天晚上 感谢儿子跑车 你自己在美丽间 一天到晚在那里 脸地人家有意思吗 对不对 那我应该怎么夸他 感谢桂花糖跑车 感谢洛亚花生跑车 怎么完了 合理说嘛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那也有好的对不对 不好你也不会去 是是是 我当年来的时候 我确实觉得 我确实觉得 当时觉得地方是天堂 感谢雨露的阅读会员 感谢神国双则跑车 感谢水晴晴 也别让他们一天到晚 操在家里 这里好那里好 比例你在外国 那家里哪不好 那家里哪不好 我不知道 我十多年 我十多年没给国内待了 你家里哪不好 我觉得都挺好的 你跟我说哪不好 对 对 对我不能说 说一说的话 又违规了 那你就说你感受上来 你的生活 这这 咱们说我就十多年啊 感谢我 我10云的阅读会员 感谢OGO的运行 你这没完没了的 你说感谢猫先生阅读会员 我都说了话了 感谢大头又不得好人都不好吃 有些东西可学可点的 你别老是唱好唱好家里好 对 那我这么问你哥们 咱们就以我 就以我出国那年做基础 我是09年出的国 09年到现在 你的生活有变得更好吗 感谢安迪的阅读会员 那肯定有变的 我们的全世界都在变 对 全世界都变 感谢ABCD这阅读会员 就是我的意思 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了 还是更差了 你觉得 那肯定更好了 对不对 更好了 那更好了 那家里哪不好了 你生活都变好了 那家里不能挺好吗 感谢鱼管阅读会员 那人家美丽街也有好的地方 对不对 也变好了 对不对 感谢副工营阅读会员 感谢狂奔3000米的阅读会员 你哥们 你都被人抓了 你是 其实你才是托儿吧 你上了这一会儿整的我GDP 你看我的嘴听过没有 感谢父皇的报纸 你看我嘴听过没有 感谢那个G712的阅读会员 感谢医生总监的报纸 你 你才是托儿吧 其实 我托个袋我给你托 你才是托儿 行了 兄弟们别整了 感谢医生总监的阅读会员 这其实在是托儿 为啥呢 没有人出来说我瞎爱过饭 他就不说 感谢小花间的私人飞行 感谢我 请我的阅读会员 这嘴都停不下来 行了哥们 你一会儿下去 我给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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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唱帅 人家老子 感谢大卫好 国内有不好的地方太多了 我说句实话 是 感谢 我们说 有些说 感谢兔头的阅读会员 我都感谢不过来 感谢西娅宝之 是 我应该夸夸国外的好 你跟我说一下 国外最近有什么好 能入得了你眼的 我可能没意识到 你过不不客 确实 我很少夸国外 你跟我讲讲 有什么好的 我听听 有好的 咱们就要说 对对对 没问题 感谢叶什么 你不要老是一味的就说 你这种就设计 对对对 确实 我认为你说的没毛病 你什么东西物极必反 你不可能一直说他不好 感谢ICPM温宝的阅读会员 我就问问你 就是你来说说 什么好 感谢Randy的阅读会员 没完没了 停下来 咱就说 咱这从10块涨到300多这个东西 感谢冬日的阅读会员 什么东西从10块涨到300多 感谢快乐海菜堂的阅读会员 这都不能说 说的话你要封号的 那你不是 是咱家呀还是国外呀 10块涨到300多 你这个百事通你应该知道的 你说咱家还是国外呀 我不知道你说啥呢 咱家啊 你说那医保啊 从10块涨到300 对 你09年工资多钱 我听听 你比09年工资那两三千 09年的时候你有没有房子 我是农村的 我们不打算在城市 那你为啥不说这么好的阅读会员 那你现在有没有房子 老家有房子 城市没有房子 老家有房子 你秉植啊 全世界上有有先例啊 你看你看 你看希腊呀 你看希腊 希腊这地方 你知不知道 你别说希腊 那我说谁呀 感谢不会穿这地方 你别说希腊 国内好啊 国内这些年你讲话呢 你原来俩人咱俩吃顿饭多钱 你告诉我09年 咱俩俩人吃顿饭跟你家得多钱 感谢敦伐伐伐你的乐图会员 感谢敦伐你的乐图会员 感谢敦伐的乐图会员 感谢西部剑图的乐图会员 还是这个价一样的 09年咱俩吃顿饭多钱 你告诉 09年一个三两百块钱 这个感冒能治好 现在你治不好 不是 那你 我就问你们水涨船高很正常 那你这么说 九零年是万元户 那是不是 你水涨船高你工资涨了没有 不是你工资涨了没有 你涨没涨 我长跟这个有成正比吗 咋的 所以我这么问你 你想长多少 你想长多少 你觉得成正比 你是干啥活的 咱们分析 咱细分析 你是干啥活的 原来09年挣多钱 我是做餐饮的 咱就说 在饭店里干活的 你可以这样说 你是开饭店 还是在饭店里干活的 你别管这个东西 那你不说你工资没找 你不是得有工资吗 你09年是拿多钱 你09年拿多钱 现在拿多钱 我得知道什么职位 你说 09年三几千块钱 三五千块钱 09年你拿三五千块钱 那你不找应该 你提前已经享受十年后工资了 十年后 现在从餐馆刷完 也就是三五千 你还想拿多少 难道十年后刷完 你想给一万吗 现在刷完能挣一万的话 还上什么大学呢 09年刷完三五千 你这样能拿三五千 那你看我问你 你是干啥的吗 09年你干啥的 你挣多钱 感谢兔子暴怒的火箭 整出火箭来了 你告诉我 你09年你干啥的 你不 你就说 我就说 说刷完了 09年拿三五千 你现在的刷完了 有三五千吗 有啊 有啊 现在有了 上海五千五 上海哪刷完 那是五千五 上海五千五 要有咋办 咱俩打个赌 有咋办 那是凤毛麟角 凤毛麟角 你去过上海没有啊 你多年没去过呢 我还在去过上海没有 你现在跟哪个城市 咱说你城市的 咱直播间也不是哪个城市 都有人 你说你哪个城市的 广州刷完多钱 广州刷完 我跟你讲 顶多四千块钱不得了了 顶多四千块不得了 广州刷完多钱 我说大多数 大多数 怎么 你又大多数 那广州 广州09年刷完多钱 你不要说 那个 那你要说 你 不是 那我问你 广州刷完多钱 你问 你问直播间呀 广州09年刷完多钱 你别说 你就现在 不要说09年了 现在 现在多钱 现在五千 我看屏幕上 打多数五千 新疆都三千八了 你挣多钱 你告诉我 我做这一行的 他们说 拿到五千多的 我跟你讲 都少之又少 行 你觉得少也行 就是你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讲的永远都是最低的 讲物价的时候 讲的永远都是最高的 你这首先比较方式有问题 对吧 你不能说零物价是最高的 咱俩是现在两人吃饭两三百 我原来 我09年 我09年出国的时候 我家长春的 长春物价我清楚 09年出国的时候 咱俩再喝几磅吧 吃顿烧烤 一百块钱 拿下 七八十 拿下 现在多钱 你09年 你吃几个串 你现在你吃串 你也吃好了呀 是啊是啊 时代变了 物价也变了 90年代的时候 万元户呢 就是属于凤毛09了 现在万元户呢 你跟穷的不行了 这就是时代的进步 时代在变啊 对吧 你工资有没有变呢 首先我这么问你 你14年前 你大学毕业 你刷完 你现在刷到今天 你还刷完 那本来就是这个 那本来就是 那你14年 你没变过 时代变了 完了你说 这物价上涨了 我的工资 你不动 别人还得迎合你 还得把你工资 给你翻倍 但说实话 09年跟现在刷晚的活 他都翻倍了 为什么你的活没翻倍 你这是纯纯的 说那个 那你说 你说道理 我让你说 咱要是考虑大众的人 你不要说 一个两个的 那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那我现在说的 不是大众状态吗 09年是广州刷晚多钱呢 1500 对吧 你不大众吗 现在不4000了吗 你不往低了说吗 对吧 你别天天老唱好那边 唱好这边 那我不唱好 我按你说的来 那你说 我从哪个角度说 我听你的 你看那又来了 好那我问你 好那我问你 你现在想不想让我回去 你回不回来 跟我也没关系 那你问我干啥呀 那你问我干啥呀 我下个月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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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 我下个月就回来了 你跟我记没关系 那你看你 你记啥眼 你怎么骂人 你破坊了 恼羞成怒了 你没话了 你没话了 咱就说这个理 对不对 那是这个道理 那我现在我认为国外这些年没什么变化 而且是在走下坡路 你怎么觉得 你有什么看法 你怎么知道人家走下坡路 我在看着的呀 我在这待十来年 我看见的呀 对吧 国外要是走下坡路 国外要是走下坡路 整体都要走下坡路 对呀 我跟你讲 再走啊 他的贷款利息 现在买房贷款利息8% 你听过吗 你见过吗 你贷过吗 他有114种性别可以选 你见过吗 他这盖房子盖个大门 你知道不 他哪个大门 盖个大门 你跟我说的 盖个大门 房子就卖掉了 现在没人管了 你知道不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好了 我问你买了没有 我没买呀 有人买呀 有人买了 好 那我问问你 有没有人出来兜底啊 这事没人管了 拉倒了 有没有人出来兜底啊 家里大人抓没抓啊 谁出来兜底 哪个哪个 那你就直接说楼盘吧 哪个楼盘 说 哪楼盘你也不知道 你天天管我了 我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你别一让说 你别一让说 你还不知道 那我说 你自己啥回事 你自己不知道吗 那我这么说能行吗 说我知道的 你又说 你扯了扯了 我没说 我说我听你知道的 那你说是哪个 我又不是你托 我不能按照你的 那你说吧 你托你可以按照你 你设路走 对不对 那你说吧 哪个 我就跟你说 医保这个事情 医保的事情 你自己哥们 你自己工资挣多少了 你难道拿90年的消费 花到今天吗 你难道是爽闻听多了吗 假如全世界的所有人资产 贬值一万亿倍 你兜里此时有一百块钱 你扔出一毛钱 那个销售员都给你跪 你爽闻听多了吧 难道你全世界都不动 就你动吗 全世界都动 你没动而已 你说服也好 不舒服 我问问你 14年前你在干嘛 14年后的今天 你的长进在哪 你的进步在哪 我十几年一直在做餐饮 你就是说白了一个后厨打工的 哥们 你十几年 你不思进去 一直没变过 你挣得少 难道你有什么不应该吗 难道应该让你这种人 成为人上人吗 你看你一开始人身攻击 那我不人身攻击的话 那我说什么 我问问你 我现在就这么一个情况摆在这 你平平淡淡过日子 你平平淡淡过日子 但我觉得只要是个人 他都想拼力进去吧 他每天都得上进点吧 你就算是 我是个刷碗的 我也想着有着一日 我得想当出师吧 那你为什么 跟饭店后厨干了十几年 你没动呢 首先你不检讨 检讨你自己吗 我问问你 你身边的亲戚朋友 是不是14年前 跟你都一个水平 到今天一点没变 你不用套什么 李佳琪说话 李佳琪说的话 没有毛病的 唯一一句没有毛病的是 你有没有努力 你有没有努力 你不用扣帽子 哥们 就你这五蜜三道嗓音 你扣不住我帽子 你扣不住我帽子 你放心 全网没人能扣得住我帽子 我就问你 我现在在问你 你有没有努力 你说实话 你有没有努力 你周边的朋友 有没有变化 他们跟你都一样 14年前挣多少 现在还挣多少 没变过都一样吗 就你身边的 咱别说你不认识的 行吧 14年前你的哥们啥的 他们都是干啥的 方不方便说 比如说有开车的 有厂子里上班的 14年后今天 他们都什么样 你告诉我 你给我讲讲 感谢陆亚花生 他该干嘛还是干嘛 什么叫该干嘛还是干嘛 他们变了没有 那肯定真的有变化了 对他们的收入高了没有 收入高消费也高了 一样的 我没有问你消费高 你这人这么滚刀呢 感谢大大地跑这 我问你怎么这么滚刀 我问你他们收入高了没有 咱们一步一步往下说 收入高了没有 收入肯定高了 收入高了 他们是因为自己的变化 只是因为自己变强了 收入高 还是说他们因为时代变了 钱不值钱了 咱讲钱毛了 你现在所谓什么消费也高了 其实就是钱毛了嘛 以前90年代 10块钱多康花 现在10块一眨眼就没了吧 对不对 你这个钱变毛了 这是时代 时代只要向前走 钱这个数字 一定是变得越来越不值钱 因为这个就叫金融 这个就叫经济 你懂不了这个没关系 我就这么问你 他们是被某些人带高的 我没想到 他叫某些人带高的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就是经济这块 你一概不懂 你永远都不懂 生产力和消耗能力 这个中间的区别 我们现在多了这么多产业 赚了这么多的外汇 它怎么体现到 我们这个社会当中 比如说20年前 我们连BB机都得买摩托拉拉的 现在还有人使BB机吗 那原来我们应该付给摩托拉拉 BB机钱 现在钱去哪了 你扯了那时候 你怎么不扯七八十年代了 我扯七八十年 哥们我跟你扯到清朝 它也是一个道理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 万元户 它就是凤毛灵脚了 现在今时今日 万元户那是属于起步 这叫社会的进步 不是价格炒高 如果在你的眼睛里面认知 这叫价格炒高了 你记住被淘汰的是你 你是作为时代的末端被淘汰了 不是说时代把你抛弃了 明白吧 你没有跟时代与时俱进的 你这十几年都在饭店后厨干 你能干出什么了 你别说别人 你怨什么社会呢 哥们 你自己努力过吗 我问你这十几年你的变化是啥 你告诉我 你十几年前在饭店后厨师做厨师吗 我还真不是 我不跟你讲 讲这也没有用 你为啥不好意思讲呢 怎么觉得丢人 觉得自己现在四十岁的人了 现在四十岁的人了 干厨师觉得没面子了 当年自己二十来岁 意气风发的时候 当厨师挣的可不少 那个时候有面子 我是一直都自己在做的 那好你一直自己在做的 我就问你 你从十四年前到现在 你有什么变化 你进步了没有 那是总有进步的 好那你的进步在哪 你说说 反正互联网上炸了谁 也不认识谁 你也不是实名制 你也没露脸 对吧 你跟我说你进步在哪 我来给你打个样 我十几年前 我十四年前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我在国内也是出入社会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来的时候 我这个人嘴贼碎 你现在能不能看出来 咱不要聊天了 聊这些东西 咱就说 那我想知道 你的变化在哪 如果你经过这十几年 你真的让自己变优秀了 你中国真的通过自己的 这个工作实力 你让自己变强了 那我就认可你说的 我没有说这么 我没有抱怨 我这么来 那你在抱怨啥 那你在说啥呢 为什么你 为什么你在说 物价翻倍了 你的工资没有翻倍啊 哪方面翻倍了 有没有没翻倍的啊 我说某些人的工资没有翻倍 某些人 什么人工资没翻倍 这些人身上有什么特征 你告诉我 我这么多年 一个人供养 两个大学生 我照样供养出来 好我问你 他们工资没翻倍的人 身上有什么特征 为什么没翻倍 你跟我解释解释 底层的人 我跟你讲 生不起病 为什么生不起病 我问你一下 现在真正的底层人 无保护看病 可以说分逼不逃 为什么 为什么生不起病 你告诉我 就卡在这里 无保护 卡在不是无保护 然后比无保护 稍微高点 你告诉我 报销比例是多少 你告诉我 报销比例是多少 你不要谈报销比例 那为什么不谈呢 为什么一到事实的时候 就抛开事实不谈呢 为什么有更好的保险 你不买 然后你非得给你全报了呢 为什么你挣得比无保护高 按照无保护 待遇给你分逼不花呢 你到国外看病不花钱吗 你到国外吃饭不花钱吗 你这是在跟谁比较呢 难道国外是免费医疗吗 按照你的逻辑 我就跟你说 十年前两三百块钱 就能把这个感冒看好 现在你没有千万块钱 那我这么跟你说 三百年前 三百年前拿中药去看的话 一两银子就能把感冒看好 咱就说这个医保交的 你不愿意交你就不交吗 有病神你掏吗 不就得了吗 谁逼迫你交的 你不愿意交你不交吗 看病神你别机位啊 你该交的东西 你不交能行吗 我问问你 讨论你这还鸡眼了 那不是我鸡眼了 你这个人说话 你完全是完全 我告诉你 你今天的一切待遇 配得上你的认知 你这个认知过到今天 这样我说实话大哥 你这一看有俩孩子 大学生你都攻出了 你肯定岁数比我大 你这一辈子 所有受的苦难 你这一辈子 所有遭的罪 你付出 你配得上你的认知 我换句话说 我还证明是 你该 你在饭店干十来年 你就够苦难的了 我说实话 你正常谁人生 像你是的 你修国家 你旅过游吗 你上国外去 留无德国吗 我问问你 我只是 说说大众的生活 你那个不叫大众的生活 你那个叫存边角料的生活 社会边角料生活 就是你这么活 你看你这就是 人生攻击 不是人生攻击 你这个活法就不对 你自己 我现在了解你 你通过你的说话 我了解你 你告诉我有没有说错 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说错 你14年前到今天 你没有任何涨金 你挣点辛苦钱 因为啥 你手停嘴停 你勉强家里面生活 把两个大学生供出来 把所有希望 全都系在两个孩子身上了 但是你那个年代 决定供他们 当大学生的时候 以及他们现在大学逼了以后 你发现时代不一样 你心里面 有一百个不愿意 那个时候 你那个年代 你步入社会的时候 大学生还挺值钱 现在大学本科 毕业啥也不是 你那个时候 可能一百块钱还当个钱化 现在一百块钱啥也不当 这是社会的进步 是你自己选择原地不动 你明白吗 是你选择不动 跟别人没有关系 那我应该说啥 我应该像你这样说 是这个社会变了 你说我们这种 我们这种废人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属于 根本接不上鬼了 我们挣不着钱 我们不思进取 我们活该了 那我就问你 那美国什么样 你给我讲讲 美国好也不好 你给我讲讲 你给我讲讲 你要觉得我说他不好了 你告诉他哪好 你讲 你来说 好吧 你来说他哪好 怎么好的 你听着我 就搞几个托在这 好好好 没问题 那你来说 你是不是托 我现在问你 你不不是托吗 你来说实话 我不是托 你来说实话 怎么回事 美国到底怎么样 你说 人家不好 人家不可能 当世界老大 对不对 好 那人家好 怎么体现出来了 你告诉我 为什么当了世界老大 以后接上一千多万流浪汉 为什么非法移民有一千多万 为什么这些人来了以后没有工作 为什么有114种性别 你告诉我 为什么房屋贷款价格8% 你告诉我 你说呀 这些数据是明码查 这不是我乱说的吧 你说 说话 你不是纪纪白脸 我问你说话呀 哪个你能回答 你就说哪个 好不好 咱不 咱不为难 你哪个 哪个你能回答 你就说哪个 哪个方面 你有 哪个方面 你有话语学 你就说哪个 我奉陪 我也不见得啥都懂 行吧 你说哪个 单挑 他就说国内不要说那个东西 不是你不要说国外 你为什么又说我说国外不好呢 你如果没见过的话 你为什么知道我说的不好呢 我现在告诉你螃蟹不好吃 如果你没吃过的话 为什么你会跟我这样呢 你不得见过才行吗 对吧 你不能总是靠别人说的吧 现在假设说 咱们都没吃过螃蟹 我告诉你螃蟹不好吃 为什么你不信呢 合理吗 你听我一句劝 人生已经如此失败了 就不要在互联网上丢人心 没有失败不失败 我跟你讲 你现在已经很失败了 你现在让你说啥 你也说不出来 我这么问你 假设说 你儿女 看见你是这段录音 他绝不给你丢人 你挺光 不要去搞人身攻击 我不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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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我只是开玩笑 我只是开玩笑 你大喇就是说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觉得你丢人 你这还不丢人吗 你这不纯说喝点酒 两眼珠痛红 完了觉得 觉得咋的 你这时候不对 完了你说 就说不说一二三 对不对 你不要去 好 你要不觉得丢人 我问一下 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 发给你孩子 看一下 你要不觉得丢人 你觉得不觉得丢人 好 你财务自由 我问你 你绝不觉得丢人 大哥 我问你绝不觉得丢人 大哥 你告诉我 你绝不觉得丢人 大哥 你告诉我 你绝不觉得你丢人 今天咋打对话 你绝不觉得你丢人 为什么丢人 你是不是不觉得你丢人 不觉得你丢人的话 你能不能把这个视频 给你儿女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视频 给你儿女看看 问问你儿女什么概念 问问新一代的青年 他们什么概念 问问他们怎么预计 我们在网上聊天 你看我就 我问你 我在问你 你能不能发给他们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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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不愿意 我把这个给他们看看 我问你愿不愿意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好 为什么不发 丢人吗 你这么义正言辞的 你在痛斥这个社会的物价暴涨 工资没有涨 医保涨了那么多 你自己又原地不动 你在痛斥动 你这么义正言辞 伸张正义的话 为什么不让你儿女 听一听呢 我发这个干啥呢 我都搞不懂 你这个说话 我都搞不懂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啥 你觉得你的回复有利吗 你只是在乱说 我乱说 我乱说 那你就发给 你问问你儿女吗 你现在在你心里 是不是在伸张正义 我问你 我没有人身攻击 哥们 我再问你 你现在觉得你的发言 是不是在义正言辞 你是不是在伸张正义 哥们 你是不是在伸张正义 在你的世界里 那你看我就问你们 你觉不觉得丢人 你觉不觉得丢人 你不丢人 你不丢人 能不能让你家的人 知道你现在这份对话 你又在搞你的托 去人身攻击 我讲 你不要搞这套 你搞这套 不是 换好的事情 我不觉得丢人 我不觉得我说的话丢人 我可以让我妈看 我可以让我媳妇看 我可以让全世界我朋友看 我不觉得丢人 他们不在网上 我就发给他看 不是 你看一下 你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也好 你咱也别说 你别发给儿女了 发给你朋友 你说我看 我跟他掰他这个事 他说不来 我发这个干啥呢 不是我发这个干啥呢 你不是证明你对吗 那为什么我问你一大堆问题 你一个都答不出来 你还硬要这样呢 大哥 你搞那个东西 那是专业的东西 我能发的亏了 那你告诉我 什么是老百姓的东西 那比如说 我跟你讲个 讲个简单的例子 美国的 美国的 我刚来的时候 正好赶上金融 金融风暴 所以说他那个房价格低得吓人 当年20个万的美金的房子 现在110 现在110 当年1600的刷碗 当年1600的刷碗 现在3000 跑到美利坚去了呢 我来 我为什么来 我在节目当中解释了8万多遍了 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看以前的回放 你要说实在感性 老弟 我也不愿意看回放 你能不能再告诉我一遍 我可以跟你讲一遍 那你拿个该有的态度出来 好不好 这么好 你怎么 怎么国内这么多人 移民过去呢 好了 这么多 我问你 多少 美国有多少 有美国有多少 移民 中国移民 你告诉我 你越来越去说这东西 又说这东西 那我不 那我说啥呀 哥们 你说多 我不得跟你说数据吗 在这200年前就有中国人 到今天满打满算 没到600万 这么多 多到哪了 我听听 在本地开支三叶的 甚至有可能都是什么 那个混血儿的 都不是纯中国人 全都算上 有这个 有这个血缘都算是不到600万 200来年 纯算这个2000年以后的新移民 你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吗 你告诉我这么多 你知道这些人 有多少人在常年在本地待着吗 你知道有多少人在国内 常年 常年待着 每年就飞到美国两个月 为了保他那张卡吗 他好的话怎么都不都来呢 我这你这么问 我也会说 你说那他不好的话 怎么那么多人去 那我问你好的话 怎么不都来呢 怎么14亿不来 几个亿呢 你说呀 你的逻辑回答你自己的问题 你回答不了吗 你不能自洽吗 这么好你咋不来呢 我去 我去 我没那个 你说嘛 你不要去人身攻击 没有什么 我这又人身攻击了 我就问你这么好 为啥你不来 他说我人身攻击啥了 这么好你咋不来 这么好怎么不全中国人都来 我问你呢 那你说这么好 怎么全世界人不往这来 那你家开大门了吗 大哥 中国是多移民国家吗 你连这都不懂吗 啊 你家开放让别人进来吗 自己家人都吃饱了吗 你这个水平呢 还没有安居乐业 还没满意呢 难道先给别人答对吗 不行吗 咱要讲话 要处哥们话 这不讲究吗 不得先可你来吗 不得先可咱家亲戚来吗 你们不都得吃饱了 觉得安居乐业 觉得够了才能放吗 难道自己家没吃饱了 我先让别人进来 完了你到时候看 啊 为什么老黑来了 能挣这么多钱 为什么印度人来了 能挣这么多钱 我啥也不是 我为啥挣不着钱 不得先可你来吗 对吧 打开这大门早就好起来了 不用考虑你这种 还早就好起来了 哥们 全世界招商办厂子 允许他们移民 早就好起来了 不得考虑你吗 不得考虑你家 还两个大学生吗 这不是重点吗 对不对 有些东西 该说人家好 就要说人家好 不要你听到话 说人家 好怎么好 怎么该说人家好 好在哪你说 咱就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那你说吧 就 蒋师这种 在国内 他天天这样的得饿死 然后呢 他在那里 他就没饿死 就是 他就是捡垃圾 他有口饭吃 在国内 他捡垃圾 没有饭吃 是这意思吗 对 我告诉你 那好 那我给你说说 我的角度 蒋师这种 在国内举报老板 啥也好 他不会造成任何负面结果 他该找班上 还能找班上 他最后想找上班的时候 他是一个班都没有人用他 所以他才出去流浪的 这个中间的过程 你不知道 我帮他找个班 没有 不是 什么叫异国他乡 有的是能用他的地方 我当时连麦的时候 我包括洛杉矶本地 有的是饭店可以招的 大哥自己不愿意干 人家说了餐馆狗都不干 对吧 这话有 在我直播间现场征集的 我洛杉矶本地开饭店的 粉丝也好 朋友也罢 都给他安排了 人家说了饭店狗都不干 所以人家自己选的这条道 我问你 首先在美国 凭他一己之力 能把老板跟黑 打黑工的这个活 挑到今天 十个人里面 九个人都得有工卡 才能工作 在国内 他能造起这个事吗 他是合法老百姓 跟黑工有啥关系 对不对 他在国内 他可以正常上班 他今天觉得不行 明天销声匿迹 换个城市 他可以活 他到美国 他就活不了了 就这么简单 他不想干啥 他没别的干 这就是美国的现状 他之所以会到今天 不是他想 难道他想流浪吗 想流浪在国内 随便拿个手机出去流浪 他也不至于混今天这样 对不对 你老大学说 咱就说 就说单纯流浪 单纯流浪 为啥没饿死你 是不是这么说 为啥没饿死 在中国 我问问你 你的意思 在中国 就像他这种 整个帐篷税 明天就得饿死 是不是这么说 他不工作 来 我告诉你区别 首先在美国 他希望他的人口更多 这个你到底能懂吗 能不能懂 这咱不知道 咱不好说 他稀不希望人口更多 你告诉我 他不希望的话 他不能开移民的门 他不能支持多移民国家 他不能变成多移民国家 他肯定是希望人口更多 这是第一出发点 第二出发点 每年他要花多少经费 花钱咱家能不能花钱 我在问你 我再问你 是不是这些人吃饭 他最起码说东西免费给你 这个东西总要有人消费的吧 总要有人买的吧 这个没错吧 对不对 这口饭是谁出的钱 我问问你 在你眼里看 是人家国家出的钱 还是人家老百姓出的钱 咱的老百姓出的钱 我再问你 你不讨论美国吗 去哪去了 你现在过的是不是 你现在告诉我 你上的厕所是汉色 还是冲水马桶 你告诉我 你现在用的是蜡烛 还是电灯 你告诉我出门 你坐的是马车 还是汽车 钱用哪 你说钱用哪 每年都有交税的 对了 每年交涉 拿来城市化建设了 你原来住什么房子 现在住什么房子 你原来生活 什么生活环境 现在什么生活环境 这不明白的变化吗 对呀 税收在里面 这不是建设的快吗 钱不都拿来干这个了吗 对不对 现代化建设了 没毛病吧 地铁高铁 城市 机场 飞机 对吧 水利电力 各种通道 你钱拿来干这个了 美国想不想有 美国想有 你看看美国现在干啥 一个高速公路 休没休十五年 那个有些东西实用吗 你觉得实用吗 好 哪个东西不实用 你告诉我 你说 哪个没用 你讲吗 我就跟后面说两句 你问我哪个 那你不是 那你随便说吗 哥们 你说完了以后 一点例子举不出来吗 你说有些东西实用吗 是如果说咱家 咱们花整个一年的税钱 盖了一个 盖了一个什么 什么大丢项 那可以 你说你说没用 行 劳民伤财 你告诉我哪个不实用 哪个不是以你这种编较料 为优先 先考虑你们这种人 你告诉我 你举例子 我确实 我这个 我这个是确实在 我在AOE 我在AOE 你懂不懂啥叫AOE 你懂不懂啥叫AOE 你别说那些乱八糟 你说国语就行了 不要去说那些乱八糟的 我在用半月刀法刮你 你别 说事就说事 不要去带那些乱八糟的 对不对 你玩玩玩玩个传奇 你这么大 你这么大岁数 玩玩个传奇 我在用半月刀法刮你 这能听懂了吧 我玩传奇呢 早了那十几年前 对 我在用半月刀法刮 你能不能听懂 你不要去说那样 有事说事 对不对 你一直说 你老是 人家在国内 你拖欠工资 大把的是拖欠工资的 不签劳动工资 大把的是 人家美国 等会你为什么抛开事实不谈 为什么不签劳动合同 你告诉我 你才就是说 国内这个临时工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不签劳动合同 为什么要做临时工呢 因为他有这个 有这个 上面不管 下面他们就 什么叫上下不管 我问你 你现在出去找工作 为什么你不签合同 你说 说 审核吗 就是你们发现特征了没有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大哥回不回来 这个大哥回不回来 我不知道 就是 我希望你要回来的话 你听一下吧 确实没啥活 我 墨基督过来容易被抬 哎呀 就是吧 你要真说 你要真说 你歧视他 还真赚不上 但是确实可恨 你这种人 他确实可恨 就我一成不变 我不思进取 我还得 全世界都得让着我 全世界都得以我为中心 我工资得涨 你多傻呀 全世界干啥为你赚呢 我说实话 你那是 你那是 你那是个国内 这些年 你个 你个国外 你早混成流浪汉了 你存地保用户吗 这不 你被我说的破房了 我咋的你破房了 曹马又跟别人吵起来了 我们这种主播 天天面对的就是杠金 实话实说 天天面对的全是这种杠金 就分明我可以啥也不是 凭啥社会抛弃我 你凭啥可以啥也不是呢 这是重点 一二三 没有一条能说得出来的 但是我就啥也不是 凭什么 凭什么我啥也不是 论点及论据 我啥也不是 之所以我啥也不是 凭什么我啥也不是 你是这什么玩意儿 我不吃这个吗 我刚才这个 不整 是装飘零也高 但我从来不吃 这白不死的 你拿走 三十一集 哎呀 这就一看是啥 我说最不好听的 可能儿女啊 感谢桂花堂的这几句 儿女啊 可能老了不亲 舅舅不爱的 儿女也不在身边 接触了这个抖音了以后 可抖音上 看哪个女主播看啥的 大哥大哥一声叫 在中间迷失 给人刷点跑车 对吧 在互联网上找点存在感 就这样 来那个大哥 大哥又回来了 大哥上麦来 别吃 给别吃拉上来的 你看看 你看我的评论机 你这些 你这些 不是 你管人叫啥 老大哥 人家好几千人直播间 你连上来 你还不让人家发表 自己发表建议了 我都没让别人上来 跟你讲 人家发表建议 上哪说去 你告诉我 咋的了 这里边说的 攻击攻击就行了 还跑了评论机就攻击攻击 你还是等一下 要不要把我的 没有 我也没让他们去 咱俩一直搁这连着 谁让他们去 那你呼吁一下子 哪的事哪了 我就是这么说下 不要去搞人生工 就把小孩 家里人都带上了 那你 不是 那你看 那我问 那你别讲做人了 哥们 哪说哪了 不是 你对 你别讲做人了 你这个人做 你这个人做的挺失败的 那我这么问你 我这么问你 你看 我又做了失败了 那你做有啥不失败的 我还比你还成功连事了 你在外国 我还两个小孩来 对不对 你拔个小孩 跟这事有啥关系 你失败归失败 因为你的人 你的人生 看事看得很不清楚 都要像马云 都要像 不是 不是拿钱 不是拿钱 三观其码的正确 我告诉你 你要说你今天日子过得不好 你又说我三观不正 我说你三观不正 你说我三观不正 那我就说你三观不正 咱俩互相掰一致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么多人 跟我三观一样 你至少跟你三观一样 跟我掰一致 不就得了吗 对不对 你认为你今天成功成功 那你房间怎么没有 我问你一句 大哥我问你 你也是小众呀 对不对 我小众 你别说十几万人了 那我不比十几个人的强啊 对 那你要这样说 那一种万万 对不对 那你有什么 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有什么办法 你爱有什么办法 就是什么办法 我说我的 你不是辩驳吗 对不对 你不觉得都是托吗 你不也说不出一二三来吗 你看看你这些驴马烂的 你看管我们 管我们那些叫驴马烂的 哥们你混成这样 你的认知这样 人家骂你有什么去 有什么过错呢 对不对 我没有 我没有去 去别人 你管他们叫驴马烂的 我说实话 你要是意识不到你自己问题 你觉得他们是驴马烂的 那他们骂你 那你就该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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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攻击啥了 那你这种 你骂完人家 你骂人家一堆马烂的 完人家不能说你 是他们到我评论区 发私信给我 我才骂他们的 你 好好好 那你这样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掰直了 你想干嘛 你能不能掰直了 你能不能说出一二三 你要降不出一二三 骂你正常 骂你正常 你要不是 要不是你岁数大点 我说白了 我早就骂你了 你要不是因为岁数大点 我早就骂你了 你这种人是属于什么 你这种人明显是什么 明显是见识不多 但是国外的月亮 一定比国内圆 这就是你的看法 你国外一二三 你一句说不出来 但是你就觉得国外 那你拿国外 你拿美国是举什么例子呢 哪个话你说出一二三 好 有好的 那我现在就问你 我现在看不见什么 太好的了 我看不见了 他确实不会一点好都没有 那所以我就问你 你了不了解 而且好的东西 不用我来吹 有的是人吹 你不能要求我 必须得吹吧 对不对 谁爱吹这牛谁去吗 那我不爱吹不行吗 我问你 我不爱吹不行吗 我就这样说一下 那你这样 你要不吹 你要这样说白了 那我还送办法 对不对 那你不是你有什么办法 那你要掰扯观点 你就掰扯嘛 对不对 我这不是跟你一直在掰扯 你能说出一个话题了没有 我哪个话照了 我直来直往 那你说了吗 你说美国好的东西 我给你回答 你说出来了吗 我问你你的进步 你这十几年的进步 你说了吗 你这十几年进步 你进步了吗 你进步了没有 好 那你告诉我 你进步是什么 你想想 你想想你的进步是什么 你成功点在哪 你想想 你不熟 那你连麦又干嘛呢 你要什么存在感 要什么画面呢 挺大岁数 你要啥画面 让人咱光光给你一顿骂呀 你要啥画面啊 我可没骂你啊 我上来就说说了 你没骂我 那你 那你跟我掰扯这个东西 你掰扯就明白了吗 你就等于上麦在扮演 智力有障碍的人呢 对不对 上麦就是智力有障碍 你在扮演呢 我觉得你正常啊 我觉得你是正常人啊 你这是啥观念吗 我觉得你是正常人 但你在扮演呢 因为你在装傻 我认为你在装傻 这没错吧 我没有装傻 那你 那你真傻的话 你告诉我 你哪傻 那你是装傻还真傻 哥们 你装傻还真傻 那我就问你这么简单 十几年前什么物价 现在什么物价 就这么简单的事 为啥打 为啥聊不了呢 物价在变了 工资也在变了 为啥你不愿意承认呢 难道你现在多挣的钱 是因为你的成功吗 你认为 你现在比以前多挣的钱 难道你认为你是成功吗 我现在挣的钱 配上我二十多年的 这个参与行业 你现在挣的钱 配得上 那我告诉你 那只能证明啥 证明时代发展了 时代不发展 你二十年前挣多少 现在还挣多少 因为你没变 对吧 你得变了 你才会挣的比别人多 那我没变 我怎么会挣的 那你怎么变的 那你告诉我 你的变化是什么 你说 就是 就是他们在变 我才能 我才能挣 好 那你你怎么变的 你说 那我十几年 我总有经验了 那长经验了 长经验了 是不是好事 是不是好事 那肯定好 那你长经验了 你比以前 你听我说 你别老着急说 你长经验了 你比十几年前 赚的多 合不合理 你又要说 你又要偷翻概念 那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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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那你说 你别说是有啥说啥 你不能老是偷翻概念 就乱吗 说 评论这些黑魂 你是你的托 叫他不要去 到我评论区下评论 对不对 在你眼里别人都说 哪里说 哪里了 你去搞那些东西干啥呢 对不对 就说你这些 你这些驴马烂子 你带着这些驴马烂子 你骂人家 现在慢慢骂人家 驴马烂子 我让没让人去 首先我没让人去 一会我都去 你连我都骂了 但一会我都去 我都去 你去 你也是小号去 你大号你也不敢去 我有什么话去 你举报吗 你敢去吗 你敢骂 我就敢举报你 来吧 对不对 我现在展示给你看 来 等一下 我没有个人上成大家 是因为他们跑到 我那评论区里边去 我才说 才说自己话的 对不对 有什么发誓信 你该呀 你该呀 你屁股坐歪了 你成功 你多挣钱了 你认为都是你自己的功劳 你认为国外月亮 比家里远 你该呀 你挨骂挨的该呀 你没说自己功劳 那我问你进步在哪 为啥你答不出来呢 你告诉我 什么我进步在哪 你这个问题就太笼统了 什么我进步在哪 我还跳转不了 我还跳转不了 一会儿下播的 一会儿下播的 我去给你留言去 我给你留个社会编脚料 我先告诉你 我留啥 我给你留个社会编脚料 你就是编脚料 那肯定没你这个编脚料好 你这个编脚料 能带动这么多人 带动这么多傻子 这么多 就你聪明 你聪明 然后你挣着钱了 还是咋的了 你成功了 你成功了 分享分享 你哪成功 你不要说我聪明赚了钱 我也不给你花 你赚了钱 没事 不用你给我花 你好好给女主播 打赏就行了 我现在就问你 你别管女主播男主播 你又开始搞点人生 那你抖音三十多金 你刷给谁了 你抖音三十多金 你刷给谁了 你什么知道 我给女主播刷的 那咋俩聊了 你刷给谁了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你欣赏 什么类型的主播 我做一个让你欣赏的主播 这行了吧 你告诉我 你欣赏什么类型的 我听听 我去欣赏你这种呢 那你掏点 你是刮个灯牌 一毛钱不贵吧 我不刮 为什么呢 我根本要刮了 你喜欢 你给别人都刷 你要说没有这个习惯 我不说了 你说没等级 我们从来没习惯 你都刷三十多几 你刷给谁了 你告诉我 我那是买的号 花多钱我听听 我听听 我听听花多钱 买三十几的号 还能买一个 花多钱我听听 三五十块钱买的 你花多了 我也花不起 三五十块钱买个三十几号 目的是啥 那我想知道 目的是啥 目的是啥 目的就是到别人 到那个小直播间里面 三五个人直播间里面 人叫你声大哥 是那意思吗 哎呀 这也就是你这个小 小心眼 那你是啥目的呢 我听听 那你买个号的意义啥 你自己又不是没有 手机 你为啥不自己 这有关系吗 那你买号目的是啥 不很正常的吗 对那你买 那你是刷的还是买的 那你是刷的还是买的 有意思吗 那你是刷的还是买的 你觉得能买得到吗 能啊 那有啥不能买到 外面明方是假的 那你是自己刷的吧 那你刷给谁了 有意思吗 那你刷给谁了 我刷给谁 我给你说 发给谁了干啥呢 不是我想知道知道 什么类型的主播 能让你刷点 我想听听 就能让一个 能让什么样的 什么样类型的主播 能让一个三百八十块钱 一百二千 都觉得贵的人 能给人刷钱 我想知道 这是重点 我没有觉得贵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教 我还是跟你说 你不要去偷玩概念 那你上来说的不是觉得贵了吗 对不对 我社保也在教 我自己教社保 我也在教 我这个也在教 我没有说觉得贵 我只是说 这个东西他 跟这个不平衡 你懂吗 没说不平衡了 老年人在家里用药方面 跟这个交那个钱 他没有用 又没说不平衡了 把那个打夹头鹰 那给我拉上来 来 那个什么艺术家 什么的 上来 快点 你来队友了 赶紧的 抓紧组队一起上来 快 来 你不要去偷玩概念 什么我交不起 我一直在交 那你倒是显贵 是不显贵 到底 我是说 交了之后 你要有用 那有用还是没用 给不给你报 你用的时候 他给不给你报 非要得了要死的病 才能看 不是 那我问你 所以他给不给你报吗 你交了 他不给你报吗 报多钱 非要得了要死的病 才能报 不是 啥病你看 不他也得报吗 你不在 你在国外 那你告诉我 你看那啥病 他没给你报 你看啥病 他没给你报 就是说 你不要住院 你才能报 不是 那人家跟你说了 我这东西 就是报住院险的 那你不住院不报 那你 你买的就是玩的 那不是 对 你就不交 不就完了吗 那你要说不住院 我也想买那种 不也有卖那种险 健康险的吗 你买健康险 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你买的东西不对 那你还怨人家吗 那人家不是我说的东西 你不买吗 但他说的不对 他 他说的啥 他说啥事都管 结果出事不管 你说呀 你在国外 有个人你不懂 你别跟我不懂 所以我问你 是不是他说 出啥事都管 完了出了事以后不管 不要老是 你眼睛老是往上看 你要往下看 我看见你了 我看见你了 现在 我现在问你 是不是他说 出啥事都管完 结果出了事不管 你说呀 你哼哼啥呀 我刚才跟你说了呀 你还要我说啥呢 我回答你了 我说是不是出啥事都管 人家说的出啥事都管 完了结果你出了这个事 人家不管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懂我不要请教你嘛 是这意思吗 我是说这个医保他 对就这个医保 我现在问你 假如我回国了 大哥我问我问问你 就现在我买个医保 是不是是不是啥事都管 我敢冒啥的 我不住院也管 你现在告诉我怎么说 你不住院他就不管了 那就是这种 你住院保呗 是这意思吧 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要不要 你那大哥我问你 我要不要买 那你要说 我等一下说了 我说是住院保 你又说了 那你去买的就是住院保 大病保 对那本来不就是吗 你买的不就是住院保 不就这么简单吗 那就不要说 什么这了那了 说的这医保 他跟那个社保一样吗 你小病那你正常感冒 你上药店买药 不就完了吗 我拿这个卡都去刷 不是我感冒了 我上药店买药 不就完了 我出国之前 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对不对 那你交了就要有用 对不对 对老人来讲 那我交了有没有用吗 那我交了有没有用 那你告诉我这钱 我交了以后 住院到底有没有用 住院有用 但是这个价格还是上去了 虚了 我跟你讲 那应该多钱 你来订一下 我听听 什么我来订 我有那本事吗 我有那本事 你希望多钱 我听听 感谢人生公积 这几个呢 我问你 你希望多钱 我听听 我是希望是 这个医保 跟农村医保 跟那个城市医保 是一样的 就是人家农村 挣不着那些钱 和你他得付一样的钱 是这个意思吧 我这个理解方式 没错吧 挣的没你多的 得跟你付一样的钱 还是你挣的比人家多 完了你想跟人家 付一样更低的钱 人呢 说白了 大哥你不就站不着便宜 你红眼珠子吗 不就是觉得地球 得围着你转吗 对不对 我说个最简单的逻辑 你算干啥的 你不存边角料 骂你不该吗 不是 好